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我是陈明君 半导体三雄今天大发威 台积电神龙百尾 尾盘的时候站回了500元大关 联电更是大涨了半根停板 收稳了40块钱之上 市场传出 这个联电CEO王石耀的三星雅果出任务 是要亲自来雇装吗 而且好像是要给更多的产能 连发科更是因为回到了700元大关 让整体IC设计族群是群情激昂 这三档大资老的股票都收最高 万五最后一里路 最后一块拼图要靠谁来帮忙推呢 有没有可能是雪红阿姨的威胜家族呢 今天威胜跟红打电都讲停板 但是有一个关键指标不一样 操作也大不同 请教张家豪老师 阿豪老师好 敏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说今天连家军真的走路有风 全数都发威 之前变看衰的智元 今天不再流泪了 攻到了掌停板 被外资不断唱衰的驱动IC联勇 也是努力迈向田喜朱路 我们曾英杰老师 这个星期就抢先的抓到了 底部出量的讯号 那这些个股也都验证了曾英杰老师 他的这个操作的方法 那么谁可以当下一档志员呢 请教曾英杰老师 曾老师好 明君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豪老师 看一下你今天第一张图要给大家的是 提醒大家要用手机拍下来 电脑存下来 每天莫变的这个 你的这个投资心法 今天有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他有扫赖有按178 然后大家不知道说 老师你那个叫做什么 对那是什么东西 对那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式把它定名 证明啦 对 它叫做骨架循环土 而且是阿豪的骨架循环土 所以以后如果知道骨架循环土的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 那其实这张图怎么用呢 我教各位 其实这个不厌情烦的 要把它变成是自己脑海中的一个架构 第一个一定先看这个MACD MACD如果它是在零走以下 很抱歉它现在只是在走反弹 对 可是如果说MACD 它已经是在零走以上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由多方来接受了 那你只要知道这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除非说那一档股票的主力群 它们有特殊的做法 不然其实逃不了这个骨架循环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盘是不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多方气盛的味道 我们从纳指来观察 对 其实昨天晚上大家都屏息以待 他不知道那个法案到底会不会过 感觉几率蛮高的 对 其实说真的 你从这个价格上面 从骨架循环土上面 其实你就可以先看到一些端倫了 这个是NASDAQ指数 其实坦白讲这一波台股带上来 包括说国安基金它授权进场 所以他们也是有在关注这个东西 那看什么地方 其实最主要是看这个地方 MACD 对 先看MACD 在它之前都是在临走以下 你不管怎么样进场 总是被人家修理 对 可是它终于在这个地方 由腹翻证的时候 它正是由多方来接手这个架构了 那如果说各位比较 想要再做一个验算的话 这是不是之前有跟各位去提过的 一个风比一个风高 对 一个底比一个底高 对 那合起来叫做风风高 加上底底高 它就是变成一个多方的架构 所以搭配骨架循环土的话 其实我相信 更明确的了解 对 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都已经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 到底现在行情来了没有 好 如果有当那种阿豪的骨架循环土 我就一看之后 这个NASDAQ指就是在这个多方的续航力 还是很强劲嘛 既然NASDAQ指现在稳稳的在前面 领军台北股市当这个领头羊的话 那我们的台积电的部分 这两天它比较温 那今天尾盘有一些些的表现 可是还是没有站上老师 非常要大家关注的505到518 对 其实台积电它从457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二 来上节目的时候提到的那个价位 它那个价位一旦锁住之后 它是不是就往上冲 可是往上冲着冲着到 已经到503了嘛 那503的话 其实它上面要去挑战的就是 505到518 这个是年度的这个颈线 它是一个非常重的压力 也就是说它从这一段时间 所形成的这个压力 就是在505到518 所以它必须在这个地方 蓄积好 准备好 它才去发动攻击 因为当你没有准备好 就去发动攻击的时候 其实一个风吹草动 很容易被人家K下来 所以我是认为说 它在这个地方 真的准备好了去发动攻击 就要一次过了 你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再回车 没有那个空间 而且它一旦攻上去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要来挑战 对 这个下降压力线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要很熟悉 马上反映到 MA CD是在零走以下 所以它反弹 第一个是站上5MA 第二个 第二个是站上什么 就是这个下降压力线 所以你整个架构 搭配我们的骨架巡浪乳 其实它在玩什么把戏 逃不过你的手掌心 好 那台积电就希望了 现在这个第一档 反弹的行情能够持续在向上 也有助于大盘继续的向上攻 明天是礼拜五 明天的关盘重点 老师已经提醒过好多遍了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对 我还是不愿期望地提醒各位 就是从过完年之后 各位可以放轻松 一直睡 就一直睡 但是到礼拜五下午1点半 一定要醒来 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个数字 它到明天下午1点半之前 要看那个收盘价 它的收盘价 是不是站上这个5MA 如果说正式站上5MA的时候 我们的观众朋友马上看到 MACD它是在临走一下 所以它反弹的第一步曲是什么 就是要站上5MA 那因为它是周K 所以它是礼拜五的下午1点半 来决定的 一旦站上5MA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开始了 这个反弹的一步曲了 它就正式启动这个反弹性了 那反弹性一旦启动的时候 它的下一关就是这个下降期限 是不是又是用到我们的股价循环图 没错 都是按照阿豪老师的股价循环图 在写剧本 台北股市明天周K观察 办法站稳5MA 下一关挑战下降期限 感觉抽码有帮帮忙了 帮大家插播一下 今天外资跟投信的最新的买卖动向 今天虽然法人买超了135亿元 外资买超115亿元 当然今天半导体族群都群情激扬 长得很多投信20连买 那外资是中指连四卖的 看起来三大法人目前对台北股市 依然是偏多来看待 但老师我想问 为什么我记得你在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 你特别提醒到大家 这个宏达电元宇宙概念股 雪红阿姨的 结果也才两周 它又开始卷土重来了 它是不是在这个多方的续航力 经过两周之后 依然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呢 其实我们操作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国际股市以及大盘的架构 现在是不是OK 好 那OK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选股的逻辑 这个非常重要 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 应该说四个礼拜前 也就是在一个月前 在六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我要下通告的时候 我就会给各位一档 叫做宏达电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选择这一档 跟各位来做一个提示呢 其实它也是符合这个股价巡软图 而且它那时候是刚刚接手 MACD刚游腹犯证 它真的就完全的 就照着那个规则在走 所以那个时候 给各位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那结果后来大盘就 两个礼拜杀了两千点下去 但是它就这样子 我一看对抗那个地心引力 一直冲上去 今天又冲上去了 对 那很多人已经忘记它了 对 因为这几天 它真的在那边六十块钱 拗来拗去 对 可是各位 你如果仔细去算 它一共在这地方几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是八天的时间转折 八天的时间转折 对 它八天的时间转折 已经洗到大家 都已经忘记它了 对 结果它突然就 就直接冲上去了 所以这个其实在技术分析里面 它有不断地 往上去做一个堆叠的 当然你技术分析的一个 经验越丰富的话 你就知道 它们到底是在玩些什么东西 好 那从周K来观察呢 对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从宏达店 是不是推论出来 它如果一旦开始发动的时候 肉层是整股的 对对 所以我们推论出了上个礼拜的光学股 对 那一直一直的就飙上去了 再带到高价股 再带到高价股 那像高价股的话 好 高价股的话 我们看那个最大支的 你看它就这样子 从那时候不到900块 到现在已经 1200了 对 已经到1200了 所以各位真的不要灰心 包括说这个比较高价 那很多人会去玩的 25世的联发科 25世的联发科 你就看到它在这地方城府了 突然今天又一根上去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逻辑 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它的架构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那这些东西都上去了之后 现在又回过头 又回来这个宏达店了 所以从大架构来看的话 在周K的部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站上5MA 它就一路的沿着这个5MA一直上去 那它到底在等什么东西 在等这个MACD 如果又给它去犯证的时候 它就正式在中期的部分 变成由多方来控盘 好 那今天宏达店呢 为什么会喷掌停板 大家是先看到它的妈妈 2388的威胜公道的掌停板 这一波只要看到威胜洞 宏达店就跟着洞 大家以为呢 是不是威胜比较强 看起来哦 似乎老师从这两档来观察的话 似乎威胜目前空间还比较大哦 对 其实不管人家怎么说啦 但是价格永远在你的手掌里面 只是你怎么样正确地去解读它 威胜我们第一个一定是看什么 MACD 对 MACD是不是在零走以下 所以它往上涨的话 第一关一定是站上5MA 站上5MA的第二关是什么 土温下降线线 所以为什么它今天涨 所以它才刚开始耶 对 它今天就是站上这个 反弹的二部曲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你如果熟悉的话 你就知道股价现在在什么阶段了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下通告了嘛 下礼拜你就不在 怎么办 对 我会先预告各位 这个六四四六 生机鼓鼓王 对对对 它应该不会寂寞 好 为什么 它的MACD现在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 而且下个礼拜有生机展的部分 所以各位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只要它重新再站上5MA的时候 应该都是蛮有机会的 廖华要关注重新站上5MA 老师这张图又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因为昨天刚好有投资人在问我 他看到那个光 对对对 很强啊 你想买啊 追那个郁金光 对 结果他追的价位 大概在四百五十块附近 所以他昨天在问我说 就小套小套 对对对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追高如果被砍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对 所以我今天在我们这个LINE 专属的这个教学里面 我们就针对3406的郁金光 这一位投资人 他追在大概四百五十块那附近 帮这位投资人专属做了一个影片 你看多贴心啊 对 所以其实我就跟各位讲 应该是很多人的问题 我们这十分钟 其实是一个基础的技术分析 但是你真的真枪实弹 要进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特别是新的朋友 因为老朋友已经都有 加赖按178了 那新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加赖按178 我们今天专属的这个教学 就是针对这个郁金光 如果他真的追在这四百五十块的话 怎么样去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 好 阿老师 明年关盘重点 好 明年关盘重点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 因为这个是年度的反压 那今天要特别去留意 因为昨天有没有发现 润泰双雄跌停 今天继续跌停 对 其实这会不会是一只老鹰 那怎么样去克服 感觉也很刻意 其实很简单 还是由他来解 拉大盘 对 好 所以各位 你现在要做的是 太弱转强 反弹的时候 千万不要呆呆着 抱着等解套 那个是最没有效率的 好的 阿浩 一定要去做一个逆转胜 好 非常感谢阿浩老师 今天最整体大盘 跟焦点个股的叮咛咛 那广告回来聊一下 现在这个大盘 在昨天台子旗 压低结算稍作休息之后 今天又齐取的强势表态 所以很多的个股 还在底部酝酿着 等待有缘人来这个 给他一点点的暗示 那哪些个股呢 底部成型还可以继续涨 哪些个股才刚开始呢 广告回来 我们请问曾益杰老师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我们国家队来了 内资联买国安基金 防线13928 看起来是有手的 但老师我想问 大盘的这一波 从国安基金进场起来 就已经涨了 已经快要千点了 是的 我观察到一个地方 因为你的那个头部成型 底部成型讯号 我都看到的已经备起来 两个礼拜嘛 是的 我发现这KD 已经来到80了 那该不会 我们要反弹结束了吗 好的 谢谢明君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盘 大盘这个地方 的确如明君所讲的 已经KD来到80了 这个明君真的很认真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KD大于80 对不对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叫16811 这个地方跟 现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不一样地方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地方它是出现了一个 关键跌破K棒 我讲过头部成型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KD大于80 当然这个构成要件这里成立 第二个就是有出现 变盘线的一个迹象 这里有没有出现变盘线 其实是有 这一根算是变盘线 可是问题来了 第三个构成要件没有成立 所谓的第三个构成要件 就是说今天的这一根K棒 它有没有跌破5日均线 没有破 在没有破之前 它就是我们继续顺势的 看多就好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攻到1万5 我再讲一遍 就是攻击量需要温和的放大 最好是能够2500亿 慢慢的增温到3000亿 这样的话 我认为大盘还没走完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 两个构成要件成立 目前还不认为 我不认为是头部成型的讯号 老师这样讲就安心多了 尽管KD大于80 不过目前还没有出现 头部成型的讯号 但老师我想问了 如果大盘还有机会向上涨的话 你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 结帅概念谷 我很好奇 会轮到哪些族群来发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要跟明君先讲一个小故事 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老前辈 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有哲理 山顶上完有谁能赢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脑海中 那问题是什么叫山顶 什么叫底部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很多人都是用感觉的方式 我感觉头部要大 我就去空股票 我感觉底部到了 我就去买股票 其实这种感觉是很不踏实的 我们必须要有很明确的一个证据 或者是K线 有出现什么征兆 我们才能够来判定 它是底部或头部 那用这种稳定 我所谓的股市的定法来操作 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这张图卡 其实我已经讲了两个礼拜 为什么我两个礼拜 每天都一定要讲 因为它就是我操作股票的 一个固定的一个逻辑还有理念 那当然它的稳定度跟精准度 我都是让大家验证的 有一定的精准度 比如说底部成型的三个构成要件 我们再复习一遍 第一档出现变盘K线 KD小于20 出现了关键突破K棒 这个叫底部成型讯号 这个叫做底部进场不迎也难 那头部成型讯号呢 来 高档出现变盘的K线 KD大于80 并且出现了关键的跌破K棒 这个叫三顶上完有谁能赢 好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结帅的概念股 到底是什么族群 其实我的结帅概念股 并不是看族群的 只要它底部成型 就是你的概念股 就是我的概念股 就是结帅 那我们先来讲 我们现在进入股票 我们来讲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今天群组里面有同学也发问 他也是来到80 而且出现了123变盘线 但是不太一样地方在这里 我们看这里这560 560这里它出现 第一个KD大于80成立 第二个它这个变盘线也成立了 第三个关键跌破K棒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出现了没 没有出现嘛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看一下 它跟大盘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在这边讲一下 这个台积电基本上 我认为它还不构成头部成型 我们要非常的笃定 非常的明确 因为我们的构成要件是非常清楚的 没有模糊空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所以在这地方 我跟大家讲一下 台积电基本上还没有走完 还没有走完 目前我来看是这个样子 那它的K线 大家一定要每天盯 就像这一档个股 一度以为它假突破结果并没有 好的 各位记不记得上礼拜 我说我要分享一档 我的一个私房菜 其实这个私房菜 就是所谓的结帅概念股 这些股票 其实我都是留意很久 追踪很久 我是从一路这里看 看不是买 就一路看看 没有啦 其实大概在这里 我才开始锁定 因为它已经跌了一段了 我就开始想要准备抄底 但是我知道它还没有构成底部 因为它是好公司一直跌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KD小孩20 已经层级有够久了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层级多久 好久 所以我说一个好股票 它是等出来的 它不是用感觉下去买的 跌到这里我感觉跌多去买 错误 因为它没有构成底部的 一个成型讯号 来到这里为什么 我就说了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成立了 底部成型的一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KD小孩20早就成立 第二个关键突破K棒出现了 变盘线也出现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才会 跳出来推荐 就是在上个礼拜 我们推出了这个私房菜 结果今天很高兴 来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亮灯掌停摆 我想大家都可以公开的验证 这个买股票最大的一个成就感 就是我们发现了底部 买在最低点 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看到这种风景 亮灯掌停摆的风景 这个就是我们最爱的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结帅概念股 可能上周没有加入节目的人 来不及参与 那老师你昨天还说 有很多档个股也是底部成型了 是的 昨天在节目的尾声 我说了来索取这个结帅概念股 其中的一档 各位 结帅概念股 来 3034的联勇 他耶 驱动IC不是报价跌 前景不好吗 各位 这就是基本面的迷思 很多人都是因为基本面不敢买 可是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 只要底部成型 我不管你什么题材 不管你什么基本面 因为它已经成立了 我进场的逻辑 我就会买 这个地方KD大于80 大家其实技术分析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出现了关键的跌破K棒 一泄千里 来到这里我开始锁定 为什么到昨天我才分享 因为这个就是我 我其实很舍不得分享 因为这个都是我千辛万苦 找了好久 才发现底部成型 对 结果昨天一分享 真的有很多人来索取 我想我们分享什么股票 就讲什么股票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造假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有没有很强 很强 我们发现它今天也是非常的强 基本上我们所选的股票 各位可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都比大盘还要强 大盘今天涨1%多对不对 我们的结率概念股都5%起跳 对 比如说资源是亮灯涨的 直接来一根10% 刚刚那5% 再来看一下第三档 系列 这一档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 它7月13号股票一拆市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 这个画面不是很好看 但是它一拆市的原因是 它有助增加流通性 因为比较便宜 大家买得起 好 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拆成一拆四之前 还没拆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怪怪了 这里各位你们看到 其实按照我的逻辑 各位你们也可以自己选股 真的 这个就是有功夫就有财富 我一直常讲的一句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KD大于80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变盘线 这里跌破K棒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来到这里之后 KD小于20成立了 然后这个K棒比较没办法明显 但是它其实已经是站上了 所以关键的突破K棒出现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底部成型的讯号 好 那讲完了很多底部成型讯号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的风险 我们头部成型的讯号也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OK 当大家看到这一段行情往上涨的时候 一窝蜂的人都会叫好 这个是网通谷的重期 因为它营收很好 可是我跟各位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当它涨到这个高档地区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已经出现了很多变盘的迹象 一根 两根 三根 这个十字线都是变盘线 这个留了很长 上以线更是一个很强烈的卖出讯号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它已经头部成型了 对不对 已经有头部成型的迹象 应该是说今天这根跌下来 我就更确定了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 第一个 一样看KD 其实看KD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 它亮灯涨停 只要可以买 我一定会买 它每一次来我就会每一次买 底部成型就算涨停板也是追 什么办法 这个才叫做追股票 我们有些人追涨停板只是说 想说感觉它好像很强 就追个涨停 看因为涨停锁时 明天可不可以再续工一段 赶快卖掉 这种超短线的强反弹的这种 是不是属于比较投机的心 这不是投资 真正投资的观念是因为 你看到了什么 你确定了什么 你想要享受这一段行情上来 来到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再追了 因为它已经构成了 我头部成型的训绕 我怎么可能还会再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基本上今天是比大盘还要弱 虽然它是下来再上去 可是它没站上五日线 没有 所以这档股票基本上 如果说你问我可不可以买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基本上有的话我会卖掉 好 昨天老师分享了 八张这个头部成型的 K线 K棒的组合 今天要来分享八张 另外八张 昨天是头部成型 今天是第一档变盘的攻击训绕 最基本款的 这是最基本款的 突破下降趋势线的长红K线 这个大家基本的技术分析 应该都知道 这个叫变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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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变盘 它一定都会有变盘线 所以才成为变盘线 但是变盘线要配合一些条件 它才会真的变盘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 如果说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拍照下来 日后有机会 我会一种一种的来跟大家做介绍 好 毕竟这K线的组合千变万化 每一种都代表不同的意义 如果说想要索取这张图卡的话 除了拍照之外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曾老师的大头娃娃 旁边的QR Code扫一下 就可以跟老师加个朋友 加个LINE 很多的讯息会在里面做分享 好的 经过了将近两个礼拜 明天我就可能再一天 就要下节目了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分享了很多 这个底部成型的股票 跟头部成型的股票 其实是要让大家验证 但是我认为给大家鱼吃 不如教大家钓鱼 人真好 今天我想要 想办法让观众朋友来钓鱼 来 底部战胜法 上个礼拜我已经有给观众朋友 有很多人来索取 想自己找底部成型的股票 对 这个底部战胜法里面 我想要给大家 但是希望大家要踊跃来索取 怎么索取呢 第一个 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直接透过ID 小老鼠A957 很好记 A957 OK 加LINE之后不要回复贴图 记得回复数字888 我相信 就拿不到结帅概念股了 有一记再生 绝对可以享受用终身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真的时间也快到了 太后留想用对方法 如果不知道方法的话 加LINE回复888 索取底部战胜法 好 那电子股有机会虚弹的话 台北股市有机会挑战万五了 相关的讯息呢 都可以跟老师进一步的做询问